字幕提供 canti 节目 节目 大家好 8月份就是吃榴莲的月份 这一次我向榴莲贝来购买了 他们本季的榴莲 让我来看看有什么 当 其实我是一共买了3个 可是现在他们住的很特别的优惠 就是买3送1 让我看看有什么 第一个是 猫虾王 好了 接下来呢就是有我们的 AXO 然后有我们的这一个高山红虾 哇 OK 这是普通的红虾 还有这一个 B24 OK 所以它是以这样子的形式包装的 好 那我非常喜欢榴莲杯了 一滴池他们的服务非常的周到 而且非常的细心 像我这次购买了不同品种的榴莲 他们都会很细心的告诉我 不同种类的一些区别 一些小知识 其实包括了教我享用榴莲的一些顺序 对 那么呢非常细心的一点是 他们会在运送的前一天 再确认多一次你的订单 并且告诉你运送的时间 所以一切都是非常的细心跟仔细的 这是我非常喜欢他们的一点 今天想要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高山红虾 它呈现的颜色呢 其实是暗黑色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黑青色 那么不熟悉吃榴莲的朋友呢 可能就会觉得 它是不是坏了 它是不是不新鲜了 其实是不是的 高山红虾呢 它是属于一种极品老树的榴莲 那么这种颜色的榴莲要找呢 其实是不容易 而且是非常的稀有 因为呢这一种树呢 是要到一定的年龄过后呢 才可以生产准这样子的颜色 那么如果你找到这个榴莲 这种颜色的榴莲 那么恭喜你 大概你找到了极品榴莲 榴莲费目前做着非常特别的优惠 就是买三送一 但是购买三盒的朋友呢 可以送一盒第24 或者是日本三竹 而且是年计费的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值得 那么如果呢最近呢有像我一样想要购买榴莲的朋友呢 不妨考虑这次榴莲费的优惠哦 目前疫情严峻 希望大家享受好榴莲的同时呢 也可以多照顾好自己 戴好口罩 然后勤洗手 少出门 祝大家身体健康越来越好 再见 ar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